一个不要脸的龙傲天有多恐怖 为了打败魔族 竟然想干掉龙妹子取魔石 如果不行 那就让龙妹子全力说服自己亲戚来败给 好家伙 你这哪是男主啊 这分明就是魔王吧 就在刚刚 男主带着后宫团再次下到迷宫 主要是为了寻找魔法结界的核心素材 一颗60公分的魔石 而魔石就相当于魔物的脑瓜 想拿命当然没这么容易 当队友聊着魔石 骑刷刷看着自己的时候 龙妹子顿时就慌了 你们该不会要泄沫杀驴 呸杀龙吧 男主赶紧解释 那当然不会了 毕竟你可是我们的作技啊 而且他此刻已经有了一个 滴水不漏完美大计划 那就是刷刷小魔物的魔石来召唤大魔物 就这样刷怪四人主开始撒花打野 别杀时刻 男主马帝附着吃瓜 而妹子们就负责清理小杂鱼 但刚学会做人的龙妹子 屠有一股怪力还不太会控制 于是一剑砍下去 魔物瞬间就猛了 哎妈呀吓死我了 但这还不止 龙妹子的没开二度见 还一不小心脱了手 接着一个转弯 差点就把马帝当场送走 就这样刷到了17层 俩人类妹子就有些顶不住了 毕竟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刷到这么深的迷宫 但龙妹子却一脸的疑惑 啊我以前有个朋友 曾经下到过654层 就这连零头的零头都不够啊 没错 那朋友就是马帝的前世 等收集好足够的魔石 马帝决定就地启动 召唤魔法阵 他先让辅助妹子陆立 布置好魔法阵 眼看妹子有些吃力 还顺带手把手卡了 推装了一波 接下来召唤大型魔物 当然需要大量的魔力 而此时挂逼转世的马帝 因为重生没几年 等级还不够 魔力自然也没有恢复 所以他就让身为暗黑龙的龙妹子 来注入相应的魔力 而且他还表示 一点点就够了 这是我救过最惨的喷火龙 被人无怨无故召唤 而且还被一妹子 用国际手势花样挑衅 却硬是吐不出龙溪 等到终于能吐之时 竟被这少年利用魔法阵 自爆了 好家伙 我诈我自己 就这刚刚 难得马帝让龙妹子注入魔力 还千叮万主 只要一点点就够了 可这龙妹子才刚做人没两天 一个没理解 给我尔差 是吧 好家伙 这是一点点吧 马帝彻底蒙了 赶紧叫停 要再那么继续下去 哪人召唤魔物啊 哪人召唤魔王啊 而此时 直接一股黑烟直冲云霄 瞬间迷宫开始炸裂 四人一看 你由头就跑 马帝边跑还边怪龙妹子 不是说好的一点点吗 龙妹子也是一脸的委屈 这不就是一点点的吗 哈 你管这叫一点点 与此同时 召唤的魔物出现了 果然 注入过多魔力 导致召唤的魔物也超标了 一条砰火龙嘎蹦一下就出现了 虽然她等级不如暗黑龙伊丽丝 但伊丽丝现在是个人呢 起手被火龙一招 就给拍了个原路返回 马帝看了先是邪魅一笑 然后对龙妹子表示 话说你俩也算远房亲戚 你看能不能去商量一下 让她把魔石接来一用 龙妹子听 顿人就傻了 我虽然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啊 这诫命的事怎么商量 但马帝转头教了她一个委婉的说法 火龙顿时就怒了 要知道 会非小夕对龙族来说 伤害性不高 侮辱性极强啊 她疯狂追着龙妹子就要开打 看到龙妹子作死 成功吸引了火龙的注意力 马帝赶紧让另外俩后宫打配合 用老方法 在剑上附魔后 对火龙进行攻击 但这几天下去 连刮杀都不如 而且还拉了大波的仇恨 龙妹子赶紧就场 一拳九九夹 直接将火龙打发再次 一个不要脸的龙奥铁 有多恐怖 她尽力用妹子做肉盾 拖住灭尸捧火龙 还好这妹子 是个龙妹子 直接男主马帝 安排好妹子刮杀之后 自己就开始各种走位 布着魔法阵 而龙妹子 在打赢了一拳之后 就开始膨胀 想要硬钢 马帝好心表示 火龙这大爪子 最好别解 龙妹子不屑地表示 不就一滴击小龙爪的吗 而这会儿子 魔法阵已经准备完毕 马帝先让后宫撤离 然后再让龙妹子 继续作死挑衅 逼火龙喷出龙袭大招 伊丽丝一听 小菜一碟 那上前就是一个国际手势 然后再一记神补刀 你这小蜥蜴连吐个龙蜥 都不会吗 火龙顿时 胜上就直飙神了 然后他就吐了 原来 马帝打算利用魔法阵 使龙蜥反转 然后在他自己面前 引爆炸自己 俗称 我打我自己 眼看自暴再记 龙妹子赶紧逃离 可这憨憨龙一个不攘眼 伊丽丝 足够里有気を付けるんだ あの大馬 虽然龙妹子是暗黑龙 但目前却也是个妹子 马帝赶紧撒丫子跑去 给妹子火断套上防护罩 紧接着随着一声巨响 火龙倒下 挂了 消灭的火龙 不只贡献了一颗60公分的魔石 还整了点龙角龙鳞之类的 神装级素材 于是出了迷宫 马帝先让辅助妹子 打造新装备的同时 也让阿尔玛配合着龙妹子 好好学学如何做 左头buff的剑也不好躲呀 而这会儿子 陆里的神装也打造完毕 这用火龙打造的剑可不一般 直接妹子轻轻一刀下去 巨石瞬间被劈成了两半 同时还有给阿尔玛的弓箭 这一剑下去不止两半 巨石直接碎成了扎大灰 但你以为就这儿 不 还有龙妹子的专属长枪 行きます 不愧是上古黑龙 这一枪下去 直接龙卷风吹毁停车场 当然 还有男主马帝的剑更狠 一刀下去 仨妹子全部撩倒 眼看一切准备就绪 接着 就是迎接魔族的入侵了